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非洲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那包括百兽之王狮子 人类随着非洲人口近年来急剧增长 再加上农耕发展跟城市扩张 人类被迫跟动物争夺地盘 那导致野生狮子的栖息地大减 根据专家的数据 100年前非洲有大约20万只野生狮子 但时至今日全非洲只剩下大约2万只狮子 肯尼亚的情况更不乐观 只剩下大约2500只狮子 若有关当局再不重视这个问题 专家估计非洲狮子可能会在2050年之前就绝种 非洲狮子趴在地上竖起耳朵 严肃地观察这四周 而游客在敞篷车内近距离接触狮子 静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由于栖息地因为猎物的迁移和人类的情态而不断缩小 导致狮子濒临绝种 让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担心 未来人们的后代可能再也看不见活生生的狮子了 为了提高狮子的存活率 科学家强调当局需要采取长期的解决方案 来解决狮子栖息地减少的问题 并提出让人类拥抱社区与野生动物一起共存的建议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报告 指出野生狮子的数量只剩下大约两万三千只 再加上人类对狮子栖息地的侵占 导致狮子种旋的分裂和减少 因此狮子未来会灭绝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